9386 好 欢迎回来 好 欢迎回来 我想问朱家一个问题 通常现在买衣服 一般会去哪里买呢 去店里呢大家都知道了 但是现在很多女孩子 都会选择去网上买东西 对 网上购物 现在真的是相当的风靡 对 非常丰富 而且你们知道 娃娃TV就有一个小团队 就在网上买 我们去买那些韩国的衣服 对 之前是Victoria带领我们的 对 我们这个团队 发展越来越壮大了 所以看来现在这个网上购物 包括衣服等等之类的 确实是相当的流行 我们今天现场请到的 两位嘉宾就是来自于 一个服装购买网站 叫MatchStation.net 首先欢迎我们两位嘉宾 欢迎波波 拉迪亚 早上好 欢迎你们早上好 早上好 我们刚才看到你这个网站了 现在不知道说 这个电脑上能不能显示出来 我们看这个网站整个的设计 是非常的漂亮的 那我想二位就是当时怎么想起来 要办这样一个服装的网站呢 而不是开个店 对 因为其实怎么说呢 就是因为我们本身而言考虑的 第一就是我们先开始是学生 然后就是要迈到这个 business方面的话 你不可能一下子 我们没有经验 所以不可能就是一下子 就去一个店里去开一大笔资金 所以我们就慢慢慢慢想 先从网站 然后之后如果有了品牌 就可以扩大到自己的一个生产线什么的 而且现在其实就是说 在衣服方面 其实大家都会喜欢在网上购买 而不是就是说走到店里去 好像是个趋势来的 对 我觉得这是一个趋势 但问题是要我选择的话 你网上购买就是看到照片而已 你要出店里的话 你毕竟能看到真实的衣服 所以说可以试一下 对 或者试 你可以摸到材质 那么网上的购物的话 最大的优势是在哪里 就是说你看现在在网上购物的 那个年龄趋势 都是在18岁左右到20多岁 甚至到30多岁 那我们现在这个网站 所有衣服的一个购买群 也正好就是在这个年龄段 所以说其实怎么说 这些人他们已经习惯 就他们知道只要从图片还有尺寸 就可以抓到自己这件衣服 适不适合自己 一般是这样 而且我们的网站 因为现在是刚刚建 所以说在价格方面不会太贵 所以就算是买回去有一点不合适 心里可能也不会有一些 大概这个价格的范围是多少呢 是从差不多五六十到一百多不等 就看材质 款式设计 都有影响 说到款式设计 我们主要在网上里卖的衣服 是以什么款式为主的 好像说咱们有自己一半的设计的 这个作品在里面 对对对对对对 就是怎么说呢 我们这个网站就是我们的衣服 就是推崇比较推崇一点 就是复古一点的感觉的东西 而不是说比较韩国或日本 其实没有这样子 所以你从我们的网站那个照片上看来 就是我们的那个照片会比较复古风一点 然后呢设计方面呢 是我们有另外一个partner是专门是 就是负责设计 就是负责设计 她是从那个伦敦 St. Martin毕业的 然后专门是一个woman design的一个 所以她是非常非常专业 所以是你们三个的女孩子一起来创办这个网站了是不是 对对对对 这个网站设计也是她设计的 所有关于设计方面都是她来做的这样子 因为我们现在是我们我和陈仲两个人 我们是可以看到这个网站 就是设计的是非常的别具一格 那观众朋友到时候也可以上这个matchstation.net 去看一下这个网站设计 就是非常的非常的小巧 然后也非常的有意思 说到这个复古风呢 刚才提到了好像是咱们的一个设计的一个风格 这个流向 其实这个Nadia身上穿的这一身呢 就是咱们设计是自己设计的 对不对 对我们现在对可以好好地去展示一下 然后现在看到的这个图片 导播不妨现在先把这个切回我们现场 看看我们Nadia身上穿的这一身呢 就是咱们这个设计师自己设计的这一作品 Nadia站起来 我们秀一下 我身材也相当棒 一个model一样 可以帮我们展示一下了 那么这个从外套包括到里面这些 都是咱们设计师自己设计的 当初她设计的这个灵感是怎么样 为什么设计是这样的 你说 就是她是一个渐变 然后就是这种材质呢 就会让人感觉就是比较女生 然后比较就是淑女风 然后但是这个外套呢 它又有链条加在这里 又是有复古的那种感觉在 所以我们就是说 会就是这样搭配起来 就不会说太女人 但是又有它的时尚度在这样子 对 这个外套好像是这种 有点麻痣的 对对麻痣的 对对 那这个材质是不是 今年咱们比较流行的一个趋势呢 对啊 跟我们讲讲 今年如果是很多女生去买衣服的话 也不是说流行麻痣 只是说这种 这种style的衣服 就可能就是显得会比较 可以搭配一下就还ok的 没有说就是 尤其在夏天 好像看起来也比较清爽 而且现在好像女生 都是喜欢那种 有点公主感觉的那种设计 这个可能是现在的一个趋势来着 那我们整个的这个运作 就是不知道 因为我听说 Bubble是负责marketing这个方面的 所以你在这方面 比如说有什么想法呢 我是有一些想法 但是这些想法都必须是 就是说得一步一步一步 那么现在我们就已经在做了这个网站 那么同期出了这个blog 然后大家可以到那个 就是我们的网站的第二个section 那个blog进去看 那这个blog呢 就是一个对一个文化的一个宣传 而不是仅仅是衣服 一个就是对fashion的一个概念 那我们会去那些比较有名的一些街 比如说Queen Stray这些地方 然后我们会去街拍 我们差不多一个星期都会去几次 然后收集一些材料 然后上传到blog上面去 然后这些人群呢 都是比较有style的人 然后经常我们会在Queen Stray 还有在blog上面会拍到一些名人 会经常拍到 好像那个豪斯一 就是House那个美剧 你们知道吗 里面那个男主角 豪斯一生 对 曾经我们就在那个 那个就是 Queen Stray上面看到她 blog上面 我拍到她这样子 所以说还有那个什么主持人 叫March Music的那个 Sarah是不是 然后我们经常有拍到一些人 然后他们的衣着 都是还挺有代表性的 然后都是有一定时尚度的 所以我仅仅就是说 在策划方面 不仅仅是想说去只卖衣服 还想有一些文化给大家宣传 然后第二步可能会做一些活动 来宣传我的衣服吧 就一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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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在做 对 我觉得现在年轻人创业 这个真的是很了不起 而且我觉得 因为大家可以看到 现在就是这几个女孩子 应该是非常的年轻的 她们有这样的头脑 我觉得真的是很不错 对啊 所以我们网站 Match Station.net 我一直上来就想问 为什么会起这么一个名字 叫Match Station.net 对啊 就名字当初谁想起来 就叫Match 她想的 Nadia想的 就是因为这个Match 就是我们的风格 其实并不说很单一 就是走一个风 我们就是想说 就是各种各样的Style 各种各样的风格 都可以混在一起 然后可以搭配 就是一种Match and Mix 那种感觉 就是 所以你们的那个年龄层 大概是 比如十几岁到 到三十多岁 到三十多岁 快度还是挺大 对啊 咱们目前主流的这个购买人群 这个消费者主要是哪些 是咱们华裔的女性的消费群吗 还是说当地本地人都有 我们现在主要的消费群 就是华裔 因为今年年底 我讲做的这个人群 就是先把这个华裔人群 稳固住 然后明年再去做 就是这边local一点的人群 这样子 那你们另外那个女孩子 她是搞设计的 你们设计好了以后 那那个成品是怎么办呢 是在哪加工呢 我们是在中国加工的 因为就是说 就是家族里面 都是做衣服的吧 所以说在工厂啊 什么流程啊 或者是这种布料 就是细节方面 我们都非常清楚 对对对 所以说 而且中国就是大加工国嘛 就是成本也低 对不对 没错 对 所以我们是设计在中国 然后现在加工也在中国 你们已经搞了三年了 是不是 对 接近三年 对对对 真的是很不错 那我想说就是说 比如说接下来 可能是马上到秋天了 冬天了 那就是说你们二位 可以我们电视机前的 这些女孩子啊 预测一下 可能我们未来的一个潮流的趋势 大概是一个什么样子呢 到目前为止 我觉得应该还是复古风 比较会出大 会一直延续到冬季 对 像现在什么爵士鞋啊 各种各样的那种 就是就复古中性风 都已经开始就是风靡 听说你们也有这种手势的设计 对对 来我们看看照片上的 就是咱们自己 这些都是咱们自己设计的作品吗 对一半一半这样子 像那个比较有style的裙子 都是我们自己设计的 对但是这一套就不是 这一套 比较少女的就不是 那么咱们自己在网站上 有标出来吗 哪些是咱们自己设计的 没有 现在都没有 对 它是自己设计和一些 他们选购的东西 是混搭在一起来买的 好了那时间有限了 那么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登录到 matchstation.net 来关注一下这个网站 包括我自己都会很兴趣 上去看看这个blog 这揭开了里面的 一些名领 帮助女朋友看一下 那些style是怎么样 非常谢谢两位 谢谢伯伯 谢谢你 好了马上时间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了 广告回来的 我希望你会以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